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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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因为前一天的一场意外 他们的任务变成了四万斤 并且必须赶在八点之前把鱼捕捞上岸 否则活动就有可能泡汤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下不到四个小时了 五点多 天已经微亮 鱼把头杨国伟开始在水面上寻找着什么 他要赶在天完全变亮之前 凭借水面上一种特殊的波澜 在这片三十一平方公里的水面下 准确找到鱼群的位置 然后才能不忘 尽管杨国伟对自己三十年的捕鱼经验 有很大的信心 可经验难免有闪失 一旦未知判断错误 这一往下去将无功而返 尤其是天亮后 还有一场大型活动等着他们的鱼 船员们撒网时显得既紧张更谨慎 开始了 准备下网了 把你换手套 他们布下的是一张周长三千米的大网 而这么大的一张网全靠着十几艘小渔船连在一起 所有船夫一起滑动船桨 才能完全展开 看着刚刚布下的大网 鱼爬头杨国伟很快又有了新的担忧 他在鱼网上发现了一个破损的洞 可别小瞧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洞 就在前一天捕捞时 鱼网就是因为破了一个这样的洞 大部分鱼都跑光了 因为这个洞 捕鱼对前一天基本上没捞上多少鱼 今天的捕捞压力才会如此之大 这个洞 没有血 它这个鱼嘛 鱼网站里来 老库鱼片就出去了 老库鱼片就出去了 就这么大一个洞 里面有几十万斤鱼都要给你跑光 真的我不骗你 这个鱼网我跟你说破的原因就是 这个鱼网已经年轻很久了 它有点腐化了 我把鱼血拿来 我补给它看一下 鱼网破洞的意外 似乎无法避免 杨国伟只能见一个补一个 盼望着这一网鱼不要再跑掉了 这样就补好了 这一切忙完已经是早上六点 离交鱼的时间只剩下两个小时 可捕鱼堆的船员们却不着急收网 而是把船停在一起 开始准备他们的早饭 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回去收网 可是在这艘大船上 乍一看只有大米和蔬菜 却到处都找不到做饭用的水 没有水 他们用什么来淘米洗菜呢 原来在渔船上做饭 全都靠就地取材 直接用穷海里的水 船员们不仅在里面淘米洗菜 就连蒸米饭用的水也是从船帮下直接舀上来 穷海里的水质较好 船员们早就习惯了从里面直接取水来吃 他们的早餐几乎每天都这样做 已经做了许多年 饭做到一半 一艘快艇突然向大船驶来 它是来送这顿早餐礼的主角的 几条大鱼都是刚从水里捕捞上来的 如此新鲜的美味 使船员们辛苦劳动了一早上 理所应当的回报 用穷海里的水煮穷海里的鱼 也是他们常年飘在船上早已习惯了的口味 来吧 来吧 早餐让船员们暂时忘掉了今天繁重的任务 唯独鱼把头杨国伟还惦记着这张大网 在他的小船上四处巡视 多年的捕鱼生活 让他大部分的夜晚都不得不睡在船上 这艘一米多宽的小船 早已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我们晚上给一点鲸鱼嘛 就是这条跟那条那么严的鲸鱼 又要放一条船 害不害怕呀 不害怕 舒服得很 在家里面还睡不着 这个我说的是实话 因为我们常年累议在这个船上睡 这个船开始颠簸嘛 溜动嘛 到回家去那个床不溜了 还睡不着 真的不习惯 这个就是刷牙的 这个是洗脸的 这个就是扣衣服的嘛 扣衣服的 我上去的这个背盖一折 我还要挺这个讲究一点 其他的 就是这个脚那么一堆 等着一堆 就行了 七点 离鲸鱼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 刚吃完饭的船员们 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 水面上的这张巨型大网 马上就要开始收紧了 收网的同时 庄鱼的船也已经就位 如果大网真的捞上几万金鱼 他们要如何把鱼 从网里转移到船上来呢 原来 船的一边和鱼网紧紧绑在一起 在水面下 有一个专门的通道 网里捕捞上来的鱼 可以直接从洞口游到船上 一切准备就绪 就差最后一步收网了 所有人都期待着 这一网究竟能捞上多少金鱼 船员们驾着小船 在大网周围同时开始提网 速度也越来越快 可是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 船员们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紧张 因为提了半天 水面上一点动静都没有 水下也看不到一条鱼的踪迹 难道这一网又会像前一天一样 让所有人空手而归吗 不祥的预感在大网上空扩散开来 大家都不想因为这一网的失误 影响上午活动的举办 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一边更加速地收网 一边观察水面的变化 终于与大网连接的洞口附近 有了鱼的踪迹 而水面上也出现了 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场面 一开始只有几条鱼蹦出水面 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多 多到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变得更加费力 船员们必须紧紧抓住手里的网 才能把控住鱼群的方向 让鱼从网里直接跳到船上 当然也有一些幸运的鱼又从船上 直接跳回到了湖里重获自由 但船员们已经顾不上这些漏网之鱼 因为网里的鱼实在太多了 有些甚至直接跳进了捕鱼队的船里 船员们只能再把鱼扔回去 网里还剩许多鱼没有撞到船上 而离岸上的活动开始只剩不到半个小时了 船员们只好抓紧一切时间 装更多的鱼 就连鱼撞到脸上身上都不在乎了 任务终于完成 这一网捕捞上来的鱼远多于四万斤 船员们经历了一早上的紧张和辛苦 终于可以展示一下这些令它们骄傲的成果 轮 relasy komt 火烤白 我会打进去 唉 多了 你 Wrote 拉 轮 进ée 八点 这艘满载的渔船准时驶往岸边 岸上的琼海开海节和千人渔家宴也已经开始 而这船渔上岸后的第一个任务 是完成一场特殊的抓鱼比赛 在抓鱼比赛的水池旁围满了前来参加比赛的游客 他们都是冲着池子里最大的那条鱼来的 把鞋脱了到我们的池子里面来抓鱼 然后呢今天谁抓的鱼最大最重的 您就可以将它免费的带回家 当然呢我得告诉大家了 今天的鱼呢可不好抓 大家得拿稳了知道吧 我们给大家的时间呢是15分钟 想参加抓鱼比赛的局长我看看 您您您好局长想参加的我看 哎帅哥行好嘞行 我可以您可以好 OK准备了 一二三开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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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大部分人都抓到了 自己觉得最大的那条鱼 可互相一比 发现别人拿的比自己的大 于是一场抢鱼大战开始了 一场抢鱼大战开始了 比赛结束 究竟谁抓的鱼最大呢 现场一位捕鱼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一眼就看出了胜负 这条大开就在三十五斤 这条应该有三十斤 三十斤 这条也是三十斤 那哪条是最重的呢 就是这条 这条最重的呢 这一边的抓鱼比赛刚结束 另一边的千人瑜伽宴就开始了 因为人数众多 瑜伽宴上用的锅都比一般的大 这口直径一米多的铜锅 就是专门用来做当地特色的钓锅鱼的 钓锅鱼的底料是厨师提前炒制好 然后加入清水炖煮 这口大锅一次能煮两百多斤的鱼 可尽管如此 还是供应不上游客们的需求 吃了二十多年了 喜欢吃山菜的 麻辣的 都喜欢还有油炸的 我的鱼又来了 我要吃鱼了 那就吃吧 这场渔家宴和晚上的火把节一同举办 所以活动不仅让本地人吃得满足 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尝鲜 因为我们是福建人喜欢吃鱼 哦 你是福建来吗 对对对 今天特地跑过来 然后一家人都过来了 我们那里海鲜鱼为主 这里应该是和酱水的鱼的 这里鱼新鲜 然后烧汤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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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味 对 非常喜欢 从清晨困难重重的巨王捕鱼 到激情四射的抓鱼比赛 再到人生鼎沸的瑜伽宴 这一系列活动 其实都不是当天的重头戏 他们不过是晚上 火把节狂欢活动的前奏而已 在西昌市洛骨波乡的 鹅池隔泽村 遗族的马黑克哈一家 全体出动 扎起了火把 不过他们扎火把 并不是给自己家里过节 而是为了晚上的狂欢活动中 一个巨大的惊喜 我们这个层需要炸四五千八 火把是这个里面一层 外面一层都是那种类伐 有些整不动的呢 它就插不来 火把鸡呢 就是意思是 以这个老规矩来说 一切的摘入 今天有火把鸡 这点就换完了 那种意思 所以从这个火把鸡以后呢 都过得轻松愉快 这种信息 傍晚 火把广场聚集了上万人 遗族的姑娘们 跳起了本民族古老的舞蹈 《躲罗河》 亦为火把节之舞 与此同时 鸡池隔泽村的村民 却聚集在村里的小学 每人领了两根火把 朝着与火把广场 相反的方向走去 这几百人拿着火把 却不去活动现场 他们究竟要去做什么呢 点燃我们今晚的 不停火堆 来点燃我们今晚的 防观之夜 亲爱的朋友们 此时此刻 最震撼人心的表演 即将来临 一晚 火把节的巨型火把 被人们点燃 这时候 在对面的山上 出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一瞬间 满山遍野 燃起了上千只火把 这就是山上的村民们 为火把节准备的惊喜 也是他们自己 庆祝节日的一种方式 在满山火把的映衬下 真正的狂欢 要开始了 手拉着手 一起敲起 烂烂的大群 让我们一块 进入狂欢 下水捞鱼 火把上山 正是因为有了这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景观 西昌的火把节 才能给四海宾客 享受更多的快乐 好的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各位 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 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平潭的清晨 这里是最繁华的一景 这个葡萄干啊 这是蛋采 传统的民居 为什么被人称为彩色的碉堡 要捂着脸冲进去 这种感觉 它会把整个屋顶都给掀开 在这里 渔民富裕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这里就说越黑越有钱 出海打鱼 又有怎样的传统风俗 老样子 我今天给我称五件鱼丸 女士不能上船 这可是我们这里的习俗 一定要包 可遇不可求的蓝眼泪 究竟是种什么奇特景象 就是你手只要下去 它就整片都是蓝光 夏季香土 带您一起感受 传统鱼香里的花样趣事